在彩虹王国里有一个可爱的小王子 他是国王和皇后的心肝宝贝 每年小王子的生日 国王和皇后都要举办游行活动 大大庆祝一班哦 今年是小王子五岁的生日 国王和皇后要为小王子举办一次 盛大的游行和生日派对 许多百姓纷纷送来 他们要给小王子祝福的礼物 有好吃的糖果 饼干 棒棒糖 这些都是小王子的最爱哦 有一天 一个农夫送来了一栏蔬菜 要给小王子当作生日礼物 有番茄 有胡萝卜 有马力鼠 还有青花菜 红红绿绿的 好漂亮哦 但是没想到小王子一看到蔬菜就生气 头也不回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继续吃着满屋子的饼干和糖果 而这个农夫呢 也被赶出国王的城堡 农夫喃喃自语地说 小王子怎么会讨厌这么好吃的蔬菜呢 可惜啊 可惜 然后就离开了 原来呀 小王子从小就不喜欢吃蔬菜 一看到蔬菜就生气 国王和皇后呢 也因为他疼爱小王子了 怕他生气 也就不给小王子吃青菜了 就在小王子五岁生日游行的前一天 小王子的肚子啊 突然痛了起来 小王子好痛好痛 痛到在地上打滚 皇宫里的人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国王和皇后呢 只好贴出了告示 谁可以让小王子不再肚子痛 顺利参加明天五岁的生日游行 就给他最好的奖赏 全国人民都互相讨论着该怎么办 但是没有人可以有把握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就把小王子的病给治好 等了好久 上次那个送蔬菜的农夫来了 他又带来了一栏蔬菜 他告诉国王和皇后 小王子都不吃蔬菜 很多便便堆积在肚子里面 小王子才会肚子痛的 国王和皇后决定试试农夫的话 把农夫送来的菜呢 做成很特别的料理 小王子吃了下去 过没多久 他就吵着要上厕所咯 嗯 嗯 用力 嗯 嗯 再用力 哇 好舒服哦 料理里的蔬菜呢 把堆积在小王子肚子里面的便便 都给清了出来 小王子的肚子也就真的不痛了耶 原来吃蔬菜有这个好处啊 呵呵呵 所以啊 他决定以后要多多吃蔬菜 他不想再让大便堆积在肚子里面 害他肚子痛了 全国的人民知道了以后呢 大家都很高兴地说 太好了 小王子的肚子不痛了 明天啊 终于可以顺利地参加五岁的生日游行咯 啊